就算你很忙 尽请你读一读 必要读 别用忙来推脱接近佛堂 亲近老母 上帝 撒旦说我们无法使道亲不去佛堂 我们也没办法让他们不读经典 不明白真理 我们甚至不能让他们远离他们的老母 若是他们与先佛紧密结合 我们的全世就败落了 所以让他们去佛堂 让他们去吧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窃取他们的时间 让他们没有时间来与老母亲近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 又说 叫这些人无法天天和先佛有紧密的联系 魔鬼大喊 我们该怎么做 撒旦回答说 让他们忙碌啊 让他们为了生活上的小事忙碌 制造无尽的虚滑来占满他们的脑袋 引诱他们去花钱 尽情地去花钱吧 让他们因花钱而不停地去赚钱 去借钱吧 让妻子外出 长时间地工作 让丈夫一周工作七天 每天十到十二个小时 这样才有足够的钱来满足他们虚滑的生活方式 让父母们没有时间陪伴孩子 渐渐地使家人们彼此疏远 好让他们的家再也无法疏解工作带来的压力 让他们的脑子里装满了世俗的事 叫他们再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 让他们随到之处都响着迷迷之音 他们的家随时都开着电视 放着DVD 他们的电脑日夜开着 叫所有商店 参观时时播放的 尽是世界音乐 这样就足以让他们的脑袋充塞 无法想起老母 让他们的桌上摆满各样杂志与报纸 用24小时新闻 来沾满他们的心思意念 当他们开车时 用各式各样的广告看板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让他们的信箱内塞满各种垃圾邮件 各大超市百货公司的减价传单 各样的抽奖单 免费赠送的产品广告 免费服务 各式各样虚假的希望 还要让那些身材较好 年轻貌美的女人 不停地出现在杂志与电视上 叫丈夫们相信 外在美最重要 这样他们就对自己妻子感到不满意 让他们的妻子 忙碌到无法爱他们的丈夫 让他们头痛 若是妻子们无法让丈夫得到爱 那么丈夫们就会到其他地方去找爱 这样一来 家庭关系就变得非常脆弱 让他们在游乐场所疯狂游戏 回来时筋疲力尽 让他们忙着去儿童乐园 忙着去看球赛 戏剧 电影 音乐会 叫他们没有时间去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 让学生们忙于课业成绩 属于参与佛堂圣业 反而振振有词的声称 是为将来能服务人群 让他们忙碌 忙碌 忙碌 而当他们去聚会时 让他们搞小圈子 讲闲话 对别人批评论断 自以为是正义功利而口不择言 永远反省别人 指责别人 却看不到自己的问题 这样一来 就有无穷无尽的冲突发生 让他们的生活中有无尽的理由 不从上帝获取力量 很快的 他们就会只懂得靠自己 牺牲自己的家庭 健康 只为满足自己所要的一切 魔鬼们大喊 这实在是个好办法 可行 太有用了 的确 这个计划实在太棒了 于是撒旦恶魔们 急忙在他们的岗位上开始行动 让道亲越来越忙 生活越来越赶 让他们来回奔走 没有时间参与道场 或陪伴自己的家人 也没有时间度化众生 使更多的人得救 试问 您是否很忙呢 忙碌是否占据了您的生活 撒旦的计划是否成功了呢 是或不是答案 就看您自己了 若照着撒旦所安排的计划 而忙是否代表了 臣服在撒旦的枷锁 希望大家好好珍惜 及把握生命的每一刻 别用忙来推脱接近佛堂 亲近老母 上帝 自信佛堂母登明 照破千年的余婚 佛堂在那里 在自己 上帝在那里 在自己 什么都在自己呀 不过我们不要去做那强硬的动作 自然无畏 不要给人压力 即使别人进了佛门又出去 也要当成兄弟姊妹关心照顾 谁能做到呀 我们的慈悲心在那里 不要说 此人根基不好 没有佛缘 这些话讲不得 那是我们自己的心境不好 不是别人不好 你要如何发挥 要靠自己 好好表现 要怎样表现呢 不分宗教 不分法门 相互谈玄论庙 各自有自己的优点 互相琢磨 不分教派 老师曾慈悲 佛教徒归空时 都会助念阿弥陀经 那天到弟子都会鼓励默念五字真言 若到亲家庭里有佛教徒 也会坚持播放阿弥陀经 是否使归空者不知所措 如果等到人家归空了 才要去请别人默念五字真言 这样别人会相信吗 平常就要下功夫 多走动去成全 其实放什么经都一样 阿弥陀经有什么不好 所以 做事要事先预防 不要到最后一口气 再争有什么用呀 今天设了佛堂 不一定就算是修道呀 有的人 心不正 请来的先佛也不是真的呀 自己的心念不正 你这房子里先佛还敢进来吗 所以 物以类聚 你若心想害人 邪神就会跟随你 反之你若想助人向善 先佛全都会帮助你 心念好不好 上天堂 下地狱 全看你自己 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